上一次有这种感觉 就是OpenAI ChatGPT发布的时候 如果说了能够从所有现存的影片当中 学习物理的规律 未来它可不可以从 直接看到的摄像头当中去学习 如果可以的话会发生什么 Hello大家好 我是大方 欢迎来到我频道 2024年的2月16日 美国时间的2月15日 OpenAI发布了文生视频 Text to video的这样一个工具 它叫Sola 整个世界再次被震撼了 人类有无数的语言 在全球的社交媒体上大声的欢呼 现实已经不存在了 Elon Musk甚至发布了 人类GG就是game over这样的推文 那么Sola到底是什么 我们打开OpenAI的首页 我们在research下拉菜单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GPT4 DellaE3 还有最后一个就是最新的Sola 我们点进去 我们把它翻译成中文 Sola是一个AI模型 可以根据文字指令 创建现实且富有想象的场景 这个看上去像不像一个电影的画面 但其实它就是由Sola来生成的 它是通过这样一段提示语 一位时尚的女性 走在充满温暖霓虹灯 和动画城市标志的东京街头上 她穿着黑色的夹克 红色的长裙和黑色的靴子 拎着黑色的皮夹 她戴着太阳眼镜 涂抹着红色的口红 她走路自信又随性 接到潮湿且反光 在彩色灯光的照射下 形成镜面的效果 许多行人走来走去 前面的确倒影是非常的明显 关键是到后面来了一个特写 这个特写把它皮肤上的瑕疵都展现了淋漓尽致 脸上的黑头 我很想把它挤掉 真是 第二个是几只巨大的毛茸茸的猛马象 踏着白雪矮的草地走近 它们长长的毛茸茸的皮毛 在风中轻轻的飘动 远处覆盖了鸡血的树木和雄伟的雪山 第一相机的视角令人惊叹的捕捉到了 大型毛茸茸的哺乳动物 第三个它是一个电影预告片讲述了30岁的太空人 戴着红色的羊毛针织摩托车头盔的冒险经历 蓝天 炎末 并且具有电影的风格 35毫米的胶片拍摄 色彩鲜艳 这些画面都是由这些轮色提示 通过Sella这个模型来生成出来的 包括后面它的提示于是 无人机拍摄的海浪拍打的大树尔加雷角 海滩的崎岖悬崖的景象 蔚蓝的海水 激起白色的波浪 夕阳的金色光芒照亮了岩石的海岸 远处有一座小岛 岛上有一座灯塔 悬崖边长满了绿色的灌木丛 大苏尔 我后来查了一下 的确在美国的一号公路 的确是有苏尔角的 这个是真实画面 但是Sella完全根据我们的提示于 有公路 伸出了悬崖 海浪 还有一些灌木丛 然后是一个无人机旋转拍摄的这样一个角度 我觉得比真实的大苏尔角来的更加震撼 下一个它是展示动画场景的特写 它是一个毛茸茸的小怪物 跪在融化的红色蜡烛旁 艺术风格是3D的和现实的 重点是灯光和纹理 这个灯光景色景象纹理 这幅画的气氛是一种惊奇的好奇的 怪物 睁大眼睛张开嘴巴凝视着灯光 它的姿态和表情传达出一种天真和俏皮的感觉 它所有的这个画面全都是由这句提示语来生成出来的 感觉我们以前在看小说脑海中是有这样一幅画面存在 但是每一个人画面是不一样的 有些人是没有办法想象出这个文字所要表达的画面 但现在OpenAI的SOLA模型就可以将原本优美的这些文字 通过一个真实的画面展现出来 下一个一个渲染华丽的珊瑚礁纸翼世界 充满了色彩斑斓的鱼类和海洋生物 所以这是一个纸翼 感觉都是用纸张做出来这样一种艺术风格 呈现一种海洋世界 感觉是食人鱼 绿色的海龟 橘色的海马 还有珊瑚 各种鱼类 这是一张维多利亚冠戈的特写镜头 展示了其令人注目的蓝色羽毛和红色的胸部 它的冠是由精致的花边羽毛制成的 而它的眼睛是醒目的红色 鸟的头部微微向一侧倾斜 给人一种富丽堂皇 威严的印象 背景变得模糊 将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这只鸟 引人注目的外表上 下一个是逼真的特写镜头 它展示的是两艘海盗船 在一杯咖啡内航行相互争斗的情况 就完全就用一句话 就让open ai sola把这样一个精美的高清的画面展示出来了 就完全可以直接拿给咖啡厂商去做广告 一个20岁的年轻人坐在天上的一朵云上面看书 这个如果表现的不好是会很假 有种五毛特效的感觉 但是它这个毫无违和感 就像真的坐在天空上一样 这些都是由这样一句提示 以prom感觉就像魔法一样 真成了现实世界当中的难辨真假的画面 以前我们看到的画面不相信它是真的 因为太脱离我们想象了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东西 我不相信它是假的 因为它太真实了 我想现在大家的感觉应该和我一样 这些画面不会是open ai 作假吧 它本可以用一个真实人在街道上面拍出这么细致的画面 但的确这些在open ai的界面上面 反复出现一句话 在这个页面上所有的视频都是由sola 直接呈呈出来的 没有修改过 包括这个提示是淘金热期间在加州的历史镜头 它完全用一个航拍的镜头来展示 当时在加州的这些淘金者们的状况 玻璃球的特写画面里面是一个禅宗的花园 球体内是一个小矮人 正在用一把禅宗的哨帚在扫这个花园 并在沙子上创造出了图案纹理 而且这个镜头你看到它是一种手持的感觉 而且还有玻璃球后面的绿化的倒影和桥梁 这个展示一个24岁女性眨眼的 就非常近的一个特写 魔法时刻站在马拉喀什 马拉喀什其实是有这样一个地方的 是位于摩洛哥 我们在第11秒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画面对焦在它眼球里面的倒影 就是马拉喀什的自然的风光 而且它用到了70毫米拍摄的镜头的胶片 要有景深色彩要艳丽电影般 我难以想象这是AI 它不是一个真实人类的眼球 下面是卡通袋鼠跳迪斯克 感觉以后皮克斯电影公司迪斯尼 这些动画师感觉就要失业了 这是一段DACY VLOG的视频 展示了2056年尼日利亚歌斯人们 而且是用手机拍摄的 2056年在SOLA的眼中尼日利亚是这样的 一边是有非常市井的街道 年轻人的对话 镜头转过来 一镜到底来到了远处的摩登的高楼 一个培养铭里面长着一片竹林 里面有小熊猫在跳来跳去 这个提示语是镜头围绕着一大堆电视 所有的电视展示不同的节目 20世纪50年代的科幻电影 恐怖电影 新闻 背景设置在纽约大型的博物馆画廊里面 这个是纽约博物馆画廊里面 这是场景 完全是按照这样一句提示语的 你可以说背景设在某某的街道上面 某某的商场里面 然后后面的背景就会完全不一样 这也是展现皮克斯风格的3D的动画 它的提示语就更多了 Solar能够产生具有多个角色特定类型的运动 以及主体和背景的准确细节的复杂场景 这个模型不仅了解使用者在提示语中提出的要求 还需要了解这个物体在物理世界当中存在的方式 比如这个提示语 镜头跟随一辆带有黑色车顶行李架 白色的老式SUV轮胎扬起灰尘 阳光照射在SUV上 给整个场景投射出了温暖的光芒 所有的这一切就像一个小说一样 这个画面就展示出来了 穿过东京郊区的火车车窗上的倒影 真的 这不是真的 无人机摄影围绕着一所美丽的历史教堂盘旋 这座教堂在阿玛尔菲海岸的岩石上面 展示历史悠久宏伟的建筑细节 以及封城的路径和露台 这也展示了一个海洋世界 一只巨大的橙色 章鱼 袭袭在海底 鱼沙质和岩石地形融为一体 它的触手散布在身体周围 眼睛紧闭 章鱼没有意识到一只帝王蟹 这感觉不是帝王蟹 我不知道帝王蟹长这样吗 向它爬过去 它的爪子举起来并攻击 螃蟹成棕色 多次有长腿和触角 该场景是从广角拍摄的 展现了海洋的浩瀚和深度 这个是一群纸飞机 在茂密的丛林中翩翩起舞 在树林中穿梭就像候鸟一样 这个短片被作为OpenAI Solar的首页上面这样一张图片 这个画面是真实世界当中不存在的 这是一只正在叫醒熟悉主人的猫 它要求吃早餐 主人并且师徒要忽视这只猫 但是猫又尝试不同的新的策略 这个是金纳巴当岸上的 婆罗洲野生动物 这个是与中国龙一起庆祝 中国农历新年的影片 OpenAI也承认当前的模型 是存在一些弱点的 它可能难以准确的模拟出 复杂场景的物理原理 并且可能无法理解因果关系的具体实例 例如一个人可能咬了一口饼干 饼干上面却没有咬痕 这个模型还可能昏消 提示于当中这些空间的细节 例如左右前后 并且可能难以精准的描述出 随着时间推移发生事情 例如遵循相应的相机的轨迹 跑步机上这个人 他明显是向后不符合 我们真实世界当中跑步机上面的使用的原理 另外一个是提示于是指 五只灰狼幼崽 在一个偏僻的碎石路上相呼吸吸 这明显我们可以看到一些魔幻的画面 一开始三只狼又变成了五只狼 后来又变成了更多的狼 就感觉这个和现实世界当中出现了一些偏差 这个是指篮球穿过篮筐 然后爆炸 我看它怎么样展示爆炸 这个爆炸明显不是篮球的这种内爆的感觉 篮球内爆是不会由火焰产生的 这里也是有一些物理建模的和不自然的物体形态的这种案例 这个提示于是指考古学家在沙漠当中发现一把普通的塑胶椅子 他们小心翼翼的挖掘并除成 但我们看到一些不符合现实世界的这种事情发生 这个椅子飘逸起来了 它挖出来的时候是一个小的 然后慢慢变成了一个椅子 然后它脱离了人们的手漂浮在空中 然后慢慢它自己往前走了 所以这也是说了 没有把椅子理解成是一个不变的形态的一种物体 导致不准确 虽然能做的不仅是文字生成视频 它还能把两个视频连在一起 实现无缝的过渡 这里每一行有三幅画面 第一个是指无人机穿过 类似于罗马斗兽场这样一个穿梭画面 后面一个是指一只蝴蝶在海底珊瑚礁里面飞翔 把第一幅画面和第二幅画面结合 无人机穿过斗兽场之后 瞬间变成了一只蝴蝶 斗兽场的门洞也和珊瑚礁融为了一体 就感觉无缝的衔接 就把这前后两个画面连贯成了一起 这种能力被称为是连接影片 第二个案例是指我们刚才介绍的海边的这样一个古老的建筑 和后面一画三地雪地上的 姜饼屋做的圣诞画面 这两幅画怎么把它融合在一起 我们看看OpenAI Sola是怎么做的 无人机穿过城堡 城堡当中有一个平台 就是我们第三幅画面的玩偶的圣诞画面 它把它圣诞画面展现在一个古堡的平台上面 而且是自从远处推进逐渐看到这个平台 并且把这个平台放大 很难想象出来 并且即使你想象出来也很难实现 现在通过两个画面就可以无缝的非常快的做到 下一个是变色龙和这只鸟 它们是怎么结合的 首先是变色龙 变色龙的头部变成了鸟的罐 然后头一转就变成了这只鸟 它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结合的 陶金潮时期的画面和纽约街头的 类似于沉默的亚特兰蒂斯画面 怎么结合起来 一开始是淘金热的村庄 转瞬镜头推进空中出现了鲨鱼 然后又出现了纽约的街头 并且是海底沉默的亚特兰蒂斯的这样一个画面 SALLA能够生成影片 那么生成图片应该是不在画下了 只是一帧而已 但是它要强调的是 它可以生成各种尺寸的影像图片 并且清晰度高达2048×2048 非常高清的 与世界互动 SALLA有时候可以用简单的方式来模拟出现实世界的动作 例如画家可以在画布上面留下新的笔触 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持续的存在 如果是我们真实的去拍一个画家画画的画面 当然我们之前画的都要保留下来 但是如果让AI去做 它有可能慢慢慢慢随着时间推移 这个画面它就会变了 但是现实世界不会这么 所以它能够做到随着时间推移而持续存在的能力 这种能力在现实世界当中应该是对AI来说应该是比较困难 这样的视频还有很多 SALLA还能做其他很多其他的事情 比起这些震撼的影片 其实我们更想知道SALLA的出现对人工智能整体发展意味着什么 于是我们就在SALLA的官网上面点开了阅读技术报告 仔细的看一看 看完之后 这份技术报告的结尾比那些不可思议的影片更让我震撼 这篇技术报告没有泄露太多的SALLA的技术细节 但还是介绍了它的基本原理 简单来说 SALLA是通过学习视频来理解现实世界的动态变化 并利用计算机的视觉技术模拟这些变化 从而创造出新的视觉内容 也就是说SALLA学习的不仅是现存的影片 也不仅仅是这些影片当中的画面像素点 还在学习影片当中所表达出来的现实世界当中的物理规律 比如这位老年人他在咬一口汉堡 那物理规律当中应该汉堡会留下咬痕 如果咬完之后还是完整的 这就不符合物理规律 大部分的视频的软件应该是不能够理解物理规律的 他们处理的对象只是画面 而不是画面里面的食物和人 而似乎SALLA能够理解 当SALLA学习大量人们咬食物细节的影片之后 他记住了 他记住的不仅是食物和嘴的具体的画面 还有咬就有痕迹这个物理规律 所以以后只要有咬这个动作的时候 SALLA作为人工智能就会知道 他一定会留下某种痕迹 或者说咬掉的一部分内容 当然说了在生成影片的时候也会出错 比如这个杯子形容砸碎了 但是杯子玻璃并没有跟现实界的物理规律一样 它碎裂了 而且它的液体要等到它倾斜了之后 从杯盐留下来 它事先就流出来了 这个明显跟现实界是不一致的 只有这些出错的细节被记录标注下来 纠错 给它更多的杯子倾倒 液体流出这些物理规律 那么SALLA就有了这样一个模型 这种理解世界方式也是人类理解世界的方式 研究表明 扩展视频生成模型 是向着构建通用物理世界模拟器迈进的 有希望的路径 这句话听上去有点拗口 它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的理解它的意思是 OpenAI最终想要做的 其实并不是一个文字生成影片这样一个工具而已 尽管它已经很厉害了 但它真的想做的是 是一个通用的物理世界的模拟器 也就是世界模型 它要为真实世界当中的所有的东西建模 而OpenAI的SALLA 它只是验证了 这条道路是可行的一个里程碑 听到这里 我后背再一次有一种发麻的感觉 上一次有这种感觉 就是OpenAI切记PT发布的时候 如果SALLA能够从所有现存的影片当中 学习物理的规律 未来它可不可以从 直接看到的摄像头当中去学习 如果可以的话 会发生什么 SALLA的出现 意味着通用人工智能 AGI正在加速来到 这才是OpenAI真正想要做的事情 这时候你就能理解 SandUltman要筹集7万亿美元 重塑全球AI芯片的基础设施了 7万亿你可能没有什么概念 它相当于全球GDP的十分之一 能买2.5个微软 4个英伟达 11.5个特斯拉 为什么它要这么做呢 因为通往人工智能的道路上 需要非常多的算力 那么SALLA来了 通用人工智能还会远吗 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着难以想象的变化 看似很远 但又近在眼前 最后我们还是依照惯例 我们来看一下加密货币的行情 现在比特币已经来到了 5万2000美元一枚 市值已经超过了1万亿美元 以太坊2794 BNB359 24小时涨幅0.64 SALANA109 XRP0.56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影片全部内容 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所帮助 非常感谢你给我一个赞 我的频道会长期关注 我在区块链方面学习的内容 还有一些好的APP 好的软件 我也会像这样做成影片形式 分享给大家 我是阿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